Hello,Brian Sir,我是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位同學 我是Jacky 跟大家研究一下歌唱技巧的其中一個課題 就是共鳴 共鳴來說,我們可以細分一個語氣的唱法 什麼叫語氣唱法呢? 我們平時生活上一定會經過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或者不開心的事情 譬如說很簡單一句 我問你,吃了飯沒有? 如果很開心地說,你會說成 吃了飯啊 如果很不開心地說,你會說成 吃了飯啊 好,當我們還沒加這個語氣 放到歌裡的唱法 其實共鳴的感覺應該是這樣的 反正一切來不及 反正沒有了自己 好,接著我們就把剛才剛剛 Chucky試過的開心和不開心的語氣 放到歌詞裡面 然後馬上轉一個語氣的發聲 所以效果是這樣的 首先是開心的 開心的 如果沒有你沒有過去 我不會有傷心 又開心翻 但是又如果還是要愛你 非常開心 如果沒有你我在哪裡 又有什麼可惜 不開心 反正一切來不及 不開心 反正沒有了自己 當然了,一首情歌 怎麼會又開心又不開心呢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做一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一首情歌是真的不開心的話 很多時候 情緒會慢慢累積下來 有些是沒什麼事的 然後慢慢不開心 越來越不開心 所以通過這個 開心與不開心的語氣練習 可以能夠做到共鳴 不同的發聲的情緒 自然地用回平時 生活上說話語氣的態度 放到這首歌裡面 大家不妨試試這種 開心不開心的語氣唱法 放到這首歌裡面 看看自己的共鳴的感覺 有沒有進步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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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Sorry 我們一起 你們投一個 好 如果沒有你 沒有過去 我有 站在